现在的时间6月27号早上7点钟 各位徒弟朋友早上好 我们看上周五整体市场走出一个跳空高开之后的震荡上行 解说班长上涨29.60点上涨副0.89% 对于今天行情我们是怎么来看的 我们先看一下上周晚间外围市场表现 道琼斯指数大涨2.6% 纳萨哥指数大涨3.34% 标牌指数上涨3.06% 英国 德国 法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A股市场2863点连续反弹到 目前市场的情绪是非常的高涨的 而且是有增量的资金 尤其是在周末有利好消息的催化 6月26号昨天全面注册制改革研讨会顺利举行 这里面最重要讲到的是从投资者需求角度完善 发行审格制度真正将全面注册制改革落到实处 全面注册制这个消息对于什么板块是有利的 证券券商板块对吧 我们看到上周五证券板块是微跌0.1% 在这个位置连续震荡反弹 我们重点强调证券板块需要两个臂涨条件 第一个有量能的增大 也就是两世家在一起必须连续突破上万亿 而且是入场资金是在增量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最为重要的是有催化因素 其实这一轮行情并没有催化因素 仅仅是光大证券连续大幅的反弹 之前我们也都知道像中信证券和中信箭头的合并传闻 以及打造超级航母型券商等等的这些催化因素 但是这一步反弹是没有的 那么好在昨天整体全面注册制改革研讨会顺利举办 那么对于今天而言证券板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 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认为证券板块在今天会带领市场非常明确的一个向上突破3358点 而且在前期我们重点强的证券板块另外两个性质 第一个也就是带动市场情绪的一个作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最为重要就是什么 冲冠的作用 所以说今天我们重点看一下证券板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明确个人养老头的公募基金销售机构范围 同样这个消息对于短期情绪是有利的 为什么 因为有新增的增量资金 当然个人养老金它是一个间接性的投资 而不是一个直接性投资 也就是购买公募基金 而并不是直接的购买股票 所以说整体而言对于市场的带动效应是有的 从短线而言 其实我们在近期多次强调过 关注一下明天6月28号的时间节点 以及关注3420人附近的目标位 所以说对于今天而言 我们积极看好市场